这个其实就是输入两个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有个A 有个B 然后你就把资料把它输入进来 我刚刚不小心按照 然后呢 我们输入完之后 这个你会发现蛮像的 那我弄一下给各位看 如果这个 顺便补充一下好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回去再玩玩看 那因为我输入什么 输入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它这个题目设计比较怪的地方 它Input 刮符里面没东西 但是你要怎么输入 直接在这里输入就可以了 所以输入14 所以14Enter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14丢到A里面 所以Enter一下 然后再来B B就输入1144 Enter 所以A跟B都有的话 它就会把A的话 就是从14 放哪里 14的话 就会把它丢到A这个位置 然后B的话 就是要加到1144 所以放到这里 但是我讲过 这个1144 如果你放到 第二个参数的位置 它就会到1144 停下来 所以1144就不会被加进去 所以怎么办呢 那你就把它加1 比较好 加1的意思就是1143 停下来 但1144 还会walk 那偶数的话 因为它本身就偶数嘛 所以你逗点2 比较好 所以这一题不用那么刁砖 不用再判断说 它是不是偶数这件事 OK 然后呢 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roll 按Enter 那它就一直帮你 累加 最后输出就是327714 看一下 结果是不是一样 结果好像看起来应该是 看那个字体 字体的话是327714 那这样就得分了 所以以类似像这样的考试 它就是说 它会有题目给你在现场是指本 然后呢 会给你一个spider的环境 然后要你把这个题目 要的程式码打上去 打完之后呢 存档 它有个云端的评分系统 你就把你做好的答案 直接传到云端 它很厉害 它马上帮你跑程式 那如果你跑出来程式是对的 它就亮绿灯 表示你这一题过了 OK 如果你假设了 通过程序好像70分 那就发一个证照给你 不过这些题目可能要练蛮熟的 因为它给的时间真的没有很充裕 我记得好像九题 九题要考100分钟的样子 一题大概10分钟就要写了 所以你可能没什么时间思考 这边上面有一些题库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自己做一些练习 那这些就是学习python的至少一个方向 我觉得它分类分的也还蛮合理的 总共九类 这个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的话是放在 我们云端上面的这边有个证照考试 刚刚是在云端 所以又回到云端 我们把刚刚那个第三个单元的部分 把它讲完 我后面的话刚刚有提到九九层发表 所以刚刚有提到那个证照考试 其实证照考试有一题好像也是考九层发表 我印象中 但只是说它要的样子不太一样 可是词字下写的程式蛮像的 首先的话我们可以九层发表分两次做 两个回圈 所以第一个回圈我习惯 会先输出第一列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输出1乘1等于1 然后这边有个反斜线T 1乘2等于2 这边有个反斜线T 有没有,那一直在吹 那怎么样刚刚 所以你会发现它有个固定规则 有没有 1乘1等于1 然后一个这个 然后1乘2 这边其实都一样 只有差别是 这个叫什么,乘数 乘数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2 第三次是3 第一次是1到9 那前面的倍成数都1 所以不动 诶 如果要写的话怎么写 如果要先跑出第一 第一个1列就好了 那一样我们先开一个空白的文件 然后呢 直接就是在这边 加一个for圆圈 那这个for圆圈就1到9 所以我们就for 那我的习惯 如果后面被乘数 我习惯用j 我刚刚之前用i 所以我习惯用j 然后in in in哪一个 我要1到9的号码 所以用range去帮我变出来 那它怎么变 1 豆点多少 10 10 有没有 10 就停下来 所以等于说到1到9 OK 好,所以我有1到9的清单 那接下来的话呢 按个enter 要print出去 print 所以print 然后呢 输出什么 一个双引 一个文字 开头一定是1 那乘号我用x来代替 1乘上 后面会变的 所以++ 里面放一个什么 一个j 那j因为是一个数字 所以str 转型之后 把它放一个j到这里 所以 1乘上 第一次是1 等于 后面还要串一个等于 等于 所以加一个等 等号的话一定是 它也是个文字 所以 把这个 串一个什么 一个等号 1乘上 1等于 那相乘的结果 再串一个什么 1乘上j 的结果 不过1乘上j 还是一个数字 所以记得一定要怎么样 转型 好 理论上 应该这样 1乘上1 等于 相乘的结果 OK 不过尾巴好像要一个tab 所以最后还要再串 加一个 反斜线梯 那反斜线梯 是一个tab 那我们把它当成是文字 所以记得尾巴不是会有一个tab符号 好 那这样理论上应该 完成第一阶段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冲长的 也就是说 利用这样的方式 得到我们要的一个结果 其实就是 这个这样这边来看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就是这一列 OK 所以1乘上 这个会变 1 2 3 4 1到9 等于 等于就是这个符号 然后相乘的结果 相乘的结果 因为乘完之后 要还要转型 然后尾巴呢 记得还要再加一个tab符号 好 那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那得到的结果 有没有 1乘1等于1 这边有一个tab符号 没错 但是 好像 应该是要 往右 可是它却往下 那为什么往下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print 它本身 会 多带一个叫 换行的部分 换行是反斜线N 它 也就是它一定会 带一个换 就是输出完 它会自己帮你加一个换行 那如果你不想要那个换行的话 有个方法 就是你要跟它加一个参数 哪个参数 在后瓜谷的前面 加一个逗点 跟它讲说尾巴那个换行不要 end就是尾巴 等于不要就是双尾套 也就是说呢 逗点一个参数 尾巴那个换行的话 帮我把它清除掉 这意思 好 那这样的话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了 所以关键地方 就再加一个这个 那这个时候 如果把它向右拉宽 它就可以看到 这个字太小 字太大了 有没有 你会发现 1乘1 一个tab 然后1乘2一个tab 没错 有没有 一直到1乘9 就有了 所以 第一个阶段OK了 那问题 第一阶段OK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你要思考说 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有什么差别 主要的差别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转在后面的J 它会变 前面这个的话 到下一个才会变 所以下一个会变的话 我们再给它一个变数 所以下一个 我可能会多一个变数 叫I 再一个回圈 也是1到9 然后把它塞到前面 再输出 就会有这样的效果出现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第一阶段的程式码 那我刚刚写完的程式码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几页 第五页这边也有 我会把它贴到第五页这里 4J in range 其实试不多 就这一些 试一下